- 弄捉起来- 扭捉起来- 钟写的礼物语 - 镶儿子 将写的键团 - 镶儿子 - 镶儿子 来 我们聊一聊 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马之同妈妈 曹顺男 曹女士 大家好 我是马之同的爸爸 马肖军 你为什么拿一个布娃娃 我女儿从小就喜欢 一个布娃娃嘛 我一直没有机会买给她 现在她要过生日了嘛 就是说送给她一个 生日礼物 那你给她呗 喜欢吗 喜欢 以后晚上可以抱着她睡觉了 对吧 你没我陪伴就可以抱着娃娃睡觉吧 我们跟马之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那些内容你们都听见了吧 她很少跟我们说这些 平时打电话回家的话 就是问一问学生情况 还有平时一个安全方面 在家里面多帮助一下奶奶干净活这些 她越说的少 你就越心疼她 她越是不要 你就越想给她 我们女儿的话 从小才一代 我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出门打工了 回来的时候是已经三岁多了 她妈妈来也是差不多 她接近半岁的时候 也就也出门打工去了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不是很长 过年回家只有十来天 就只有十来天时间 所以说这个女生挺不容易的 对对对 因为我老爸得了个胃癌嘛 花了差不多有个七八块钱的账 我们一直是欠了说这几年一直打工 我是家里面老大嘛 自从我老爸走了以后的话 家庭的所有开支 全部是由我一个人顶上的 你看 你们上来之后她还在哭呢 是啊 虽然说踢足球的女生都很坚强 但你看 她是把所有的委屈 都在今天发泄了 爸爸赶紧抱抱她 抱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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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 她就 她这种衣套呢 一直都没有 关键她平时不哭不闹 她没什么要求 你手上的手机是送费的 都交给付费了 我说今年她小学毕业嘛 现在有12岁了 我说她以前用我们的手机 是用我们淘汰的手机 说今年呢 我说甚至买一部手机给你 说以后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其实给我们视频 方便一点嘛 可以 看一看 那以后用这个 可以经常见到爸爸妈妈 是的 对于繁忙的父母来讲 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陪伴子女成长 比如说陪她踢一次 看一次球啊 陪她过一次生日啊 开一次家长会 我就这种陪伴 哪怕少也应该有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我们梅尔摩医院呢 也愿意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刚才孙校长有一句话 我听得特别有感慨 他说希望通过踢足球的方式 让这些山区里的孩子 有一些更好的出路和机会 其实是这样的 有时候能不能给孩子 找到一技之长 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走出大山 开拓视野 因为视野 会决定一个孩子的梦想 然后梦想会决定 这个孩子未来以后的命运 给这些孩子们 多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 也许其中的一个 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 就决定了这个孩子的一生 从此大不同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咱们前国家女族队的前方 我可以引荐她 到她的培训学校俱乐部 去体验交流成长 我们长村康大医院呢 也非常愿意助力师童的梦想 师童你的名字很好听 实际上你也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爸爸妈妈为了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啊 走出去 然后呢我想以后啊 给师童所在的这个学校 足球方面 演技一些支教的体育大学生 给梦想助力 谢谢 除了今天四位老师给你带来的惊喜之外 我们栏目组也给你有惊喜 来 我们到这儿来 准备好了啊 我们看看是什么惊喜 来 请开门 好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们是海培体育 团队的三位教练员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 首先是给他们带来了球 还有这个装备 衣服 二一个也带来了 这个是我编写的一个教材 能帮助他们提供一些训练方法 在没有教练员的情况下 能让他们每个人 都自己快乐地踢球 给他们所有的园都有 来 这衣服也是给他了 对对对 也先套上我看看 对对对 从这个今天开始 学校里面的几乎所有孩子 都人手有一个球了 还有新的衣服 还有教材 希望在下一次比赛过程当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同时 能够获得爸爸妈妈更多的温暖 好不好 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的那些同学们 谢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再见 谢谢 谢谢 留守儿童足球队的追梦少年们 在绿音场上欢快的笑语和矫健的身姿 带给了这座大山无限的希望 足球是与留守儿童沟通最合适的语言 陪伴是送给留守儿童最好的礼物 希望他们的欢笑声和呐喊声 可以久久回荡在山间